第1574集 苦慈是一位得道神僧 正得罗汉果位 修成了金刚不坏神通 肉身之坚固 举世难寻出几个来 而今 体魄之力居然被这个年轻的黑发男子胜过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在这个年代 兰陀寺没有圣人 但却有两位半圣 尤其是苦慈 锁链金刚不坏神通 日后可立地成佛 今日却略逊了一些 怎不让人心惊呢 我想我知道了你的身份 除了你这种体质外 不为圣的人 没有人可这样逼退我 是他 近日东方沸腾 都说那个人回来了 看来所言非虚 他的失职同位半圣 一字语 东荒大战 天皇子授手 八部神将全灭 昼坤大圣陨落 这些事震撼天下 神秘人族强者斩天皇子 斗寨圣佛下须弥山等 毫无疑问 是人们议论的焦点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 那个神秘人可能是人族圣体 沸沸扬扬 不少人都在求证 甚至有古王出山 在寻觅他 而今 兰陀寺的神僧 通过交手 立刻得西 绝对是人族圣体无疑 不然怎能敌他的 金刚不坏身呢 其他一些老僧 也有人猜到了 全都神色一变 这位连古族的天皇子 都敢宰 而今天下沸腾 全都在谈论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煞星 如今又闯入西土 想掀翻蓝駝死不成吗 施主 无论你是谁 若要强闯 就不得不镇压你 苦辞一声狮子吼 宝像庄严 挡在九层石塔前 叶凡大步向前 得罪了 脚下道文交织 行字绝运转后 整片天地都像是凝固了 苦辞大喝 一声佛音像是从宇宙初开时代化来 真的每一个人都颤抖 而正宗的叶凡 感受就更深了 竟然是佛教至高的六字真言 揽字佛觉 六字真言 早已散落各地多年 没有一个古寺都能集权 最多一两真言而已 而今呢 只有几座古老的圣庙掌握 兰陀寺 大雷音寺 玄空寺 神霞寺 是为佛门根基 自长有真言 而这鞍字音 是近年来从须弥山上传下来的 算起来 兰陀寺而今掌握有两种真言 底蕴与实力都让人生畏 可以看到 一片金色的波纹散出 像是一颗金色陨星 从天外而来 打在无边无沿的大海中 捡起了肆虐人间的大波浪 这就是鞍字天音 蕴含了宇宙中的大慈悲 大智慧 威力无穷 斩妖伏魔 举世无双 让所有人未曾想到的是 叶凡口中也发出了一声轻驰 同样浩大无边 朕的混沌气翻滚 像是回到了太初时代 这种天音直指本源 朕人心魄 也是金色的波纹 快速蔓延出 与苦词的 鞍字音 碰撞在了一起 堪称是 针尖对脉盲 所有老僧都震惊了 几乎错以为 叶凡是佛陀转世 他竟疑似拥有 纯净无比的 佛门神通 这是什么音功 与鞍字音 有异曲同工之妙 效果一样 神能相同 这自然同为 鞍字天音 不过是被叶凡 以斗战圣法演化了而已 各种大势不变 神能不减 效果等同 金色的波动 剧烈碰撞 这是鞍字天音的大对决 像是两片金色的大海 决堤 而后向对方冲去 撞在了一起 自然是惊涛万重 海浪拍云 将兰陀寺都给淹没了 若非有古镇守护 这个地方什么都剩不下 众僧全都在第一时间退走 夺到了古老的建筑物间 这种佛门至高 绝学的对决与冲击 没有人敢立身在暴风骤雨中 两人对决 这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音波画剑又画中 在这个地方冲击 扫出一片世界裂缝 当地一声 成千上万的金色佛剑劈来 强如叶凡也不能全部挡住 两种不同风骨的鞍字音冲击 化成了无量道海 他全身毛孔都在发光 抵抗这种功法 与上万佛剑碰撞 剧烈抖动 而苦辞则更甚 身体连连摇动 各种道痕扫来 强如他的金刚不坏身 都出现了一道道血痕被金色的剑波扫中 连续倒退 当地一声 当然 最为可怕的是 鞍字音凝成的大钟 无视距离 快速将对方罩住 朕的乾坤八荒都要崩溃 叶凡站在虚空中 面对这口佛中躯体一阵颤抖 整座鞍字音画成的大钟 将它包裹住了响个不停 叶凡运转兵自觉 即便是鞍字音画成的大钟 也被他控制了部分 难以再次振动 几乎被禁锢 啪的一声 他用力一振臂 金色的手掌切在了符中上 发出一声宇宙初开的声响 噼里啪啦的碎开 金色碎片满地 他挣脱出来 而另一边 苦词遭受创伤 虽有金刚补坏身 但是在佛教最高妙术绝世攻击下 体魄还是出现了裂纹 艰难打破中体 冲了出去 鞍字音对决 竟是佛门外的人占据了上风 兰陀寺的人都惊住了 佛教之密 怎么被他掌握了 精通到了这等境地 这可不仅仅是图具其形 分明是得了精髓 库次罗汉真身都受伤了 众僧都倒吸冷气 除去人族圣体还能有谁呢 也唯有他可承受这等攻击 体魄强于金刚补坏身 阿弥陀佛 师主果然倒很高深 不过 想过老僧这一关还不行 他双手合十 口诵咒语 宝像庄严 金刚补坏身发光 体表金色闪烁 伤痕愈合 他突然一声大吼 佛门另一种天音何处 气象万千 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所见皆成虚幻 一片宇宙开启 将两人笼罩在内 置身星海中 如果说 俺字天音是攻击圣法 代表了降魔的手段 是一种灵力的功法 那么八字天音 则代表了一种大事 近乎为阵 且有开天辟地的威力 此音一出 打开了宇宙初开的秘密 还原世界真貌 涉足本原力 不说其他 但是这种大事 可以活活的困死敌人 叶凡宁谋 他发现立身在星海中 与那苦慈老僧 隔着一条星河 荧光璀璨横断了前路 他们像是屹立在星域的两端 遥遥相往 任他天大神通 也攻不过去 只能相见 而这仅是八字天音的出体验 既然他有开辟乾坤 凝聚天地大事的妙用 近乎为自然而成的先阵 自然有镇压 与斩杀敌手的法门 对面的苦辞 又一次大喝 相隔的星域中 冲起一道灿烂的神门 向着叶凡飞去 要将他吸收 八字天音 内运轮回门 可将人吸收 打进轮回 送去往生 说的好听是 登极乐净土 说的难听就是 折磨死你 当地一声 叶凡神色凝重 双脚踏碎 漆黑的宇宙 双手斩动 挥出了六道轮回拳 当场将神门 轰飞了出去 哭辞一声 佛鹤奇 无尽星河剧烈抖动 化为光芒灿烂的银河 竟然卷动了起来 向着叶凡 镇压而去 请不吝点赞